问 如何让喜欢的女神记住你 答 做一些比较容易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比如这样 看 这不就约上了吗 小伙子名叫阿文 你不要看他现在身手这么好 跟调狗似的 其实半个月前 他还是一位笑喘病患者 跑步跑不过老头 打架打不过老太太 就连邻居家的狗看到他 都得上来咬两口 然而就这么一位loser 他还想当警察 因为他爹就是警察 只不过在抓逃犯的时候 英勇了 虽然靠着恰爹的功绩 在局里混了个管政务事的活儿 经常被同事们的小孩欺负 但他一直有一颗成为父亲一般英勇的心 单位年年搞编制警员选拔 他年年参加 但去年年都闹笑话 别人扑火救人一气呵成 他倒好 直接掏出了两个钢被 特么让你发善心来了 别人防弹衣都是穿在身上 而他也穿身上 只不过是穿二弟身上 毫无疑问 今年的正式编制考核 他又没通过 实习四年 归来仍是合同工 这天 局里搞棒球比赛 只留了他一个人值班 正闲着无聊耍帅呢 突然接到报警电话 有个饭店遭遇了抢劫 同事们忙着嗨 都没空 阿文只好自己上 这可是表现的好机会 结果半路上碰到个海狮 等等 陆地怎么会有海狮 阿文为了躲避海狮 一个飘移飞出了山崖 在崖上又是侧翻又是正翻的 整整滚了五分钟 才完美落地 不过没事 人还活着 还有救 没事 死就死球了吧 晕呼间 阿文做了个梦 自己被一个野人捡走了 还给自己做了手术 只不过医生助理和护士啥的 好像都是动物 等醒来后 发现自己还在车跟前 而且毫发无伤 我擦 这么神奇的妈 搭了个顺风车回家 刚要进去 林家狗子又杀了过来 只是刚到跟前就杀了车 不知道咋回事 狗子感觉今天的阿文好像很可怕 都给他吓尿了 紧忙钻进了狗窝 发誓以后再咬阿文就是狗 阿文有点摸不着头脑 进屋洗完澡 出来后直接用甩的方式 清理了身上的水 甩完才反应过来 哎我擦 我为啥会用甩 他总觉得哪里奇怪 但又说不上来 阿文还发现自己一个反常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笑揣竟然好了 现在跑得贼快 不仅邻居大爷跑不过他了 连马儿都跑不过他 跑到公园时 刚好看到有三条狗在溜女神成成 就上去打招呼 结果狗子们看到他 立马变得了规规矩矩 给成成都整惊讶了 你咋做到的 笑笑我呗 聊着聊着 阿文注意到边上有个大叔在逗狗 不知道怎么的 他就特别渴望自己是那条狗 好想被逗 看到大叔扔出个飞盘 他终于按耐不住 一个起飞仙狗子一步接住了飞盘 成成再次震惊 有空来我的收容所玩吧 我感觉我的狗狗们需要你 阿文也感觉到了自己有些不对 就去机场找到了唯一的朋友安检小飞 想和他探讨探讨 结果就闻到了奇怪的味 他顺着味 扑倒了一位大哥 抱着人家的腿子就啃 安保过来制服他 他表示那人身上有违禁品 安保搜了一遍 没有啊 那是你们只搜了表面 看我的 阿文对大哥从上到下一顿闻 闻到钩子 就是这个地儿 他将手伸进人裤裆一顿掏啊 还真让他掏出了点东西 安保弄了点长了长 嗯 就是这个味儿 查获违禁品有功 局长破格给他转了正 成为正式警犬 毕竟藏钩子里面的东西 警犬都闻不到 阿文人前险胜 可给他的队长极度坏了 自己几年了都没接受记者采访过 哼 当个警犬有啥好嘚瑟的 小卡拉米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 人钩子里有违禁品的 但我告诉你 你根本不算一个合格的条子 你记住 这三十天试用期内 你还归我管 最好不要让我抓到 你什么作弊的把柄 否则就等着我把你扔出警局吧 他在弯森阿文 可阿文的注意力 却一直在他的鸡腿上 等他出了房间后 阿文立即迫不及待地扑向了垃圾桶 晚上回家 一个大叔突然叫住了阿文 大叔称自己是个医学博士 是自己救了他 你现在太招摇了 得跟我回去 阿文一脸不幸 你看我像个傻子吗 我干啥要跟你走 不走 能游的你 没事 我还有 等阿文醒来 已经身在了一个奇怪的仓库里 这里是博士的研究基地 博士称是自己移植动物器官才救活的他 但这个技术还在开发阶段 有一些后遗症 所以最近我一直在观察你 看你能不能正常生活 显然 你不能 再这样下去 你很可能变成野兽 以后就留我这儿吧 阿文很震惊 原来那天看到的各种动物护士 不是梦啊 那啥 我感谢你让我活了下来 但留在这儿 是不可能的 博士把门一关 不 可能 你控制不住动物的本能的 只能留在这儿 不停博士言 吃亏在眼前 却不 这天他正在路上抄罚单 一个哇塞美女路过 他的眼睛瞬间就挪不开了 挪不开也没啥 我也挪不开 但是你特么队友捅就过分了 到女神澄澄的收容所参观 看到桌子上鱼缸里的鱼 直接就跟鱼干起来了 他正在逃跑 晨晨说他救的小兔鹰 一直不吃东西 都快饿死了 阿文跟兔鹰交流了一番 那啥 他就是想妈妈了 还有 他还不会吃整条虫子 然后直接抓起一条蚯蚓塞嘴里 搅把搅把充当妈妈的角色为兔鹰 那场面 简直了 就这 晨晨还觉得他好有爱心呢 你是不是对爱心有什么误解 再有爱心 也不是这么为的好吧 随后晨晨又介绍起了鹦鹉 阿文哥后面跟猩猩站一起 猩猩趴的就是一耳八字 阿文有点懵 你打我干啥 我尼玛 你再打一下试试 特么没完了是吧 阿文找到朋友 说自己最近有点控制不计自己的兽性 谁不是呢 我房间里有两盘河马打妆的片 要一起看吗 我说的不是那种兽性 护食就算了 他还偷食 有天早上 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从肉铺里醒来 肚子撑得跟怀了孕一样 都给他下麻了 紧忙去找博士求救 最后博士让他在仓鼠跑步机上跑了整整两个小时 才把肉消化完 看吧 我就说你控制不住吧 这只是个意外 博士从动物的角度分析了他的原因 你这就个就是饿了 吃饱了后 你的兽性自然就不会被激发 留下来吧 我 还有他 都可以帮你哦 还有你吗 我谢谢你 不用 知道了毛病在哪 阿文立即做出了预防 每次出任务都会带上一大包食物 可兽欲并不仅仅只是表现在饥饿呀 却不 刚到一家农场办案 他就被一只小母羊给吸引了 回去路上 又碰到城城遛狗 骚顿一眼就稀罕上了人家 就上去搭讪 哈喽 我能邀请你一起共进晚餐吗 骚儿嘞 阿文已经约我了 是吧 阿文有些意外 啥时候的事 骚顿更加意外 就这个loser凭啥 晚上 城城着装性感 给阿文看的眼睛都挪不开 用餐时 城城的肩带突然滑落 糟不住糟不住 恕我适配一下 叫完回来 城城的餐具又掉了 看到城城光溜溜的大背 不拔罐可惜了 那啥 恕我再适配一下 再回来 看到一个服务员正在开城城的油 作为一个成熟的禽兽 怎么能允许别人碰自己的女人 不过在城城面前 她也不好发作 她一直注视着服务员 等到服务员出去点香 让你压谁的女人都敢碰 吃完送城城回家 那啥 你要进去上个厕所吗 阿文怕自己做出禽兽的事情 那啥 下次这次我的水药流着有用 等城城进屋后 我尼玛 留着这么用的呀 这天 市长举办了场慈善募捐 阿文非常荣幸受邀 过来当保安 看到各种美食从她面前经过 可得她馋的药 看到只母猫 就更馋了 差点没点猫嚎吐了 这回人可丢大发了 这也让骚队抓住了机会 市长放心 回去就把她开了 但职场的风云 瞬息万变 阿文敏锐的政治嗅觉 让她闻到了一个机会 只见她拼命地往池塘跑去 然后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就起了落水的市长儿子 看到大家为她欢呼鼓掌 可给她得瑟坏了 又在水里表演了个 我也不知道是啥动物的游资 然后一个鲤鱼打挺收尾 直接给骚队交了个透心粮 上岸后市长拍头感谢她 她还邀功呢 来 再拍两下 我爱这个 但好景不长 晚上她的寿星又爆发了 第二天她从野外醒来 她也不知道为啥会在野外 反正就挺突然的 不过到警局上班时 有个农场主正在报案 说自家牛独自遭到了 神秘物种袭击 那家伙 老惨了 先煎后杀再被吃呀 我农场的其他牛 被吓得都不吃也不拉了 局长你可一定要 喂我的牛牛们做主啊 等农场主一走 局长就将阿文叫进了办公室 这是我们根据农场主描述 画出来的肖像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咋这么像你 阿文忙着吃甜甜圈 根本没空 局长怀疑她性邪教 昨晚肯定在举行某种仪式 当即就停了她的职 并请教她 如何才能舔到那个地方 得知阿文被停了职 晨晨特意来探望她 就发现阿文把房子重新装修了 只是这风格 请问是今年新流行的吗 阿文让她走 如今的阿文 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阿文了 我怕我对你做出禽兽之事 可晨晨表示她并不害怕 还要留下来过夜 要看看她究竟会怎么个禽兽法 第二天醒来 晨晨夸她昨晚果然像的禽兽 我擦 这时 外面传来砸门声 是骚队带着人来抓她了 因为昨晚又有农场遭到了袭击 晨晨让她快逃 自己帮她断后 阿文几个蹦蹦跳跳就进了后山 正跑累了呢 就看到竟然还有个烤肉架 这她哪忍得住 上去框框就是一顿坎 完全没注意到后面的埋伏 是骚队 幸亏阿文走位风骚 攀爬能力强 跟特么像个猴子似的 骚队虽然没有这么骚的走位 但有越野车 只是她没想到 阿文跟特么像个挂逼似的 自己都快把油门踩油箱里了都追不上 最后还撞到了树桩上 两人你追我赶的来到了一个断崖 阿文一个助跑加弹跳 搜的一下就跳了过去 骚队有样学样 还好命大 抓住了根树根 眼瞅着就要吃喜啊 一双曙光之手伸了下来 是阿文 她倒挂金都把骚队救了上来 中间甚至还挠了个痒痒 只是不料骚队不讲武德 翻脸不认人 上来就要逮捕阿文 幸亏这时 又一个神秘野兽从天而降 是澄澄 原来她和阿文一样 也是被博士救过的人兽组装人 难怪能和阿文睡到一个窝里去呢 然而就在两寿甜蜜时 村民们也杀了上来 说要把他俩愣死 看到是个黑人 村民们的态度突然108度大反转 我特忙 你们啥意思 骑士我妈 一年后 阿文和澄澄开了个野生动物保育员 还生了一窝 钩子带毛的孩子 不愧是兽人 都是暗窝生的 而就他们的博士 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说这一切 都要感谢他的爱人 一看这大辈 就知道也是个兽人 I guess I really am someone for everybody Even if you have to make them out of animal crimes Maybe so Why? Why? I'm just looking I want you 谢谢大家